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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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 鞋房屋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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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星期內 我們也看到發生了 就是我們無論現任的行政長官 還是後任的行政長官 都好像忘卻了 原來在現任行政長官的手上 他是有權 可以將這個 逮捕惡法的 草案是排隊尾的 反而他們兩個 就在歸咎於本會 令到本會去吃死貓 這是欠本會於不義的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看到後任特首 似乎很緊張 他口裡經常說 急市民之所急 但是 曾蔭權好像不是急梁振英之所急 但是梁振英 又不可以令到曾蔭權急他之所急 但是他們 就 一邊在這裡罵本會 又說本會 做什麼要去 葉國謙議員 什麼問題 我們正在辯論中的事情 在進行辯論中 希望出示裁決 到底是否又回到上次的辯論 梁家傑議員 現在要提出一個 根據議事規則 四十條 決回4 的一個優惠代族的議案 我上次已經指出過 我們的議事規則 並沒有禁止議員 在我們這個委員會的階段 當已經有一個優惠代族的議案 提出了 經過辯論被否決之後 是不可以再提 同一個議案 但是我亦都指出 我有一個責任 為了要保證我們的議會的時間 是用得其所 是要看一下 再提出來這個議案的時候 我們的辯論會否重複 我認為我是有責任 聽梁家傑議員說明 他為什麼認為 是可以或者需要 再將這個議案再提一次的 不過呢 我亦都請梁家傑議員 注意 事實上你剛才所提的一些理據 上個星期 已經有議員很詳細 說過 所以你可以集中在一個 你認為是新發展了的 跟上一次我們辯論這個議案的時候 是不同的 一些情況那裡 會不會 麻煩你 小農夫 含本會於不義,他們開始出口術了 但他們沒有告訴公眾 原來曾蔭權如果他真是 急市民之所急,或者急梁鄭義之所急 他是有權可以將那個 議案排去後面,那個 替補的惡法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是不休會 待續的話去處理其他的問題 很可能就要吃這隻死貓 所以這是過去一個星期才發生的 這兩位後任和現任行政長官說的話 主席剛才當然我們也說了 就是那個民情有的改變 因為這個星期裡面我很明顯聽到電台 或者是一些清談的節目 是多了人說 原來有這麼多,有十六條議案是在排隊的 那為什麼不讓這些議案 先上會 而是要硬要處理這個 議席出決的 安排的草案呢? 這也是過去一個星期 累積的一個民情的改變 這跟一個星期前 在本會的辯論一定是 我感覺 是有所分別 所以才會向主席提出有這個發展 另外呢,主席在這個星期裡面 亦都出現了 我剛才說了 有新的議員 是加入 這個委員會審議階段 的千多條,千三條以上的 那個修訂案的發言 那就是說呢,我們 不單止少了一個星期這麼簡單 而是再下去呢,可能那個更加 那是一個星期之前 沒有的 另外呢,24小時 那個 開會呢,主席剛剛 昨天呢,做了一個決定 那這個也是一星期之前沒有的 那這個決定,為什麼會 靈致到我 是有一個理由 去提出這個休會代續的議案呢? 主席是因為 如果一個議會 你是硬硬要24小時開會 如果我們的議員同事 只是個肉體在這個議會裡面 剛才我講了 而精神是不寒在這裡的話呢? 體力都透支的話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考慮 優會代續 先將這個 極具爭議 而政府又可以將它押後的議案 排在隊尾的一個理由 那這個也是一個考慮 主席 在這個星期裡面 的確是有這麼多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主席應該是考慮 去 或者同事也都應該考慮 支持我這個議案 政府在提出這個出決安排 其實這個出決安排根本就是 不可能 阻止 就是政府最害怕的那樣 叫做變相公投的事情 那他現在只是 就 提出一個懲罰的辭職議員 那這個是沒有迫徹性 就是比起其他主席 就是比起一手樓 比起公司條例 是沒有迫徹性 也都可以說是 沒有實效來說 是沒有的 相對來說 也都是沒有意義 也都是漠視民意的 本來一個政府 本來應該是 帶領社會 邁向公義之對 但現在偏偏我們的政府 提出 惡法之餘 還要去干預 本會 的一個運作 出口術 來恐嚇議員 這個是赤裸裸的 一個行政的霸權 行政的霸道 希望本會的同事 就不容許 行政機關 這樣來陷入 立法機關於不義 主席 有關出 決 安排 和 所謂拉布的角力 其實絕對 是不容本末 倒置 倒果為因 政府提出 這個不公義的法案 是在先 才會迫使到議會內 有同事 以拉布作抵抗 如果政府各自這個不公義的法案 根本 如果讓民生的法案先行的話 議會的拉布自然中止 這是簡單的邏輯 當然主席 最後我想說 另外我覺得 指責保皇 那些 我們建制派的議員 這個 荒謬的指責 批評民主派造成留會 但是既然民主派本身是反對這個議案 當然不會是一個大蟑蟑蟑蟹的議會之中 擔當一個陪襯的反對者 杯葛會議 要表達不滿 杯葛會議 就是拒絕製造少數復仇多數這個假象 杯葛會議就是要建制派知道 可能保皇也需要付出代價 主席 我陳詞到此為止 我也不想用盡了15分鐘 因為我不是想在此 特地去拉布的 不過我很希望今天我這個與人為善的 再一次提出這個建議 是得到管會同事的支持 是否可以提出這個議案 楊家傑議員 楊家傑議員 是說明了他再次提出這個 一會代續議案的理據 我當然要再向大家強調 正如我們各位委員都很清楚記得 其實在上星期 在上星期 當余若薇議員提出這個 一會代續的議案之後 本會 是用了五個小時 就是這個議案 進行辯論的 而我當時很留意 是議員 發言的議員 對於支持或者反對的議案 都是表達了相當多的 相當豐富的意見 所以現在我要考慮 是否將梁家傑議員 再一次提出的 這個一會代續議案 是向大家提出代議議題的時候 我必須要問 我們會不會 只是將上一次的五小時的辯論 就重複一次呢 所以我就要很留心看看 梁家傑議員 提出來的 理據 是否令我信納 我們的確 是會有一個跟上個星期 不同的一個辯論 是因為形勢 是已經有明顯的發展 剛才梁家傑議員 發言的內容 正如我指出有一部分 是重複了上次的 辯論的時候的內容 例如梁家傑議員 他自己對於目前 我們現在要審議的這一條 條例草案的看法 他認為他是一條惡法 認為他的重要性 是比其他的一些法案要低 認為政府 可以將他排在後面 所有這些這樣的說法 上個星期一辯論裡面 已經有議員提過 而且也都已經提出了 為什麼他們有這樣的看法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梁家傑議員 所提的 這個禮拜裡面已經發展了的 情況 我認為 雖然是 上個星期 我們辯論的時候未發生 是這個禮拜才發生 比如說 我們 會多了一些議員 就修正案發言 比如說 我們 現在是24小時 不停 辯論 但是我想指出 上一次 五小時 辯論 我認為 發言的議員 其實 對於 未來的 這個星期裡面 會發生的事 也都已經有了 一個預計 例如說 會不會多了一些議員 發言 大家記得 我們上個星期 對於這個 一會議案 辯論的時候 都未曾真的開始 那個委員會階段的審議 所以到底有多少議員 會加入呢 當時是不知道的 我不能夠 假設當時的議員 發言 只是對 只是有兩位 或者三位議員 發言的時候 才對 多了一個或者兩個 他們就要重新想過了 所以我不覺得 這一個 因素 是會導致我們的辯論 會有一個實質的變化 我們會期又少了一個 這個當然也是 上一次的辯論 一開始 余若微議員 已經指出 我們還有多少條 條例草案等著要審議 已經指出 我們一直去到我們 這個任期結束的時候 還有多少次會期 當然議員發言的時候 也都明確知道 這些會期 是一個 一個禮拜 是會減少的 所以這個 我也都不認為 是屬於一個 新的情況 如果 後任行政長官和現任行政長官的意見 以及社會上的一些民情 當然是過了這幾天 我們聽到是多了 不過我相信 不管我們今天 是否再辯論一次 是否再辯論一次 優會待續議案 不管我們是否決定 優會待續 我相信 如果政府的人員 包括行政長官 後任行政長官 都不會因為這樣 改變梁家傑議員剛才所說 他對本會的看法 如果他們要說一些說話 梁家傑認為 是喊本會於不義 我也不覺得 因為我們 再就這個問題 作個辯論或者決定 就會處理得到 即是會 解決到這個問題 而 24小時開會 會不會是 令到我們有些議員 肉體在這個會議廳裡面 因為精神不在 所以就應該加強了我們 對這個 優會 待續 的理據 我想指出 在過去這幾天裡 也都正正是 強烈向我提出 要求 24小時 要求這個 晚間不休息 連續辯論的議員 他們給我的印象 也都是他們堅持 是不會同意 這個 一會 待續的 當然他們 也都要負這個責任 他們如果是 提出要 連續 在這個會議廳裡進行 這個審議的話 怎樣使得他們的精神 和肉體都一致在這裏 這是他們要負責任 我相信 公眾人士 傳媒 也都會在這裏 監察著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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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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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健議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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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開會議 我是不會 我是會盡我的力 去防止剛才 吳可兒議員所說的情況 即是議員因為體力問題 健康受損 去到沒有法止 因為健康問題 沒有法止繼續會議 我是盡我的力 去避免的情況發生 我昨天 作這個決定的時候 也都宣布 我們這個決定 現在我只是說今晚 我們不停會 但是今晚 在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每隔數小時 我們會有個休息的時間 當然如果我們發現議員 有體力不知的時候 我們也要有一些 應對的一些措施 如果我們發覺 這個做法的確對議員來說 是很不合理 健康破壞 情況很嚴重的話 我們當然隨時可以改變 我是認 說了要出席會議的議員 當中的絕大多數要求 是做這個安排 所以 我是決定 在這個階段 我們不會再來一次 有關這個休會待續的辯論 當我們的會議 再繼續進行的過程 任何時候 如果有議員 覺得 出現一些新的情況 需要我們重新去考慮 一會待續的話 我當然按照議事規則 會讓議員提出他的理據 所以現在呢 請個人懷疻 反正 就算要做 有效 你們幫我 Shaw 說 現在呢 因為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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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議事規則是有足夠的靈活性,我們過往也有過一些先例,有議員他是因為合理的原因,輪到他提修正案的時候,他不能夠再席。 那麼我們是有合適的安排,令到他的修正案能夠被提出的。這些安排包括過往事過,是由另外一位議員是代他提出,我們做一個程序上面的一個修改,那個原先提出議案的議員,他是撤回他的修正案。 但是我批准另外一位議員是無經預告,是提出同樣的修正案,因為那些修正案是已經擺出來,也都已經在辯論中,所以我認為是合理的。 法律顧問也都告訴我,即使是沒有其他議員可以或者願意是代那位有理由,譬如因為健康問題,來不到的議員提修正案,主席也都可以行使他的權力,是假定的修正案是已經提出了,已經動議了。 我一樣可以將修正案作為代決議題,是讓大家進行表決的。 所以除非那位議員是無緣無故,不離開會,到他應該提出修正案的時候,我是沒有辦法知道他是有意備籍不提修正案,因為有什麼原因不在籍。 。